大家好,我是阿米,欢迎收看看跨镜就阿米的阿米秀,每天一分钟为你分析跨镜头上最新消息。 亚马逊和思域打广告,亚马逊广告位的曝光度和隐形受众往往更大。 更何况,亚马逊为了鼓励卖家还有免费广告政策,不时的节日大促也将为平台卖家带来一部分公寓流量。 思域内容运营的重要性往往比公寓更高,在信息轰炸已成常态的当下,用户对不起自来的各种信息已不胜其凡,如果不是真正有价值的信息,几乎不可能有效地触达用户。 部分卖家在运营第三方平台时,喜欢以优惠,折扣作为内容运营的主要方式,但这种思维并不适合思域。 因为用户是否要选购某款产品,会更多地考量需求匹配度,品牌调性等因素,不合适的产品即使搞折扣促销也很难得到理想的效果。